分享一宗生態危機 什麼生態危機呢? 就是美國的加里福利亞州 發生了一宗 十年來最嚴重的原油洩漏事故 10月2日在太平洋的元朗 加州的海岸發生了大規模漏油 根據當地的官員統計 這個原油洩漏量可以多達 14.4萬加卵 就是大約54.5萬星 在太平洋形成了一個13平方英里的浮游區域 美國媒體形容這是加州十年來最嚴重的原油洩漏事故 但是有一個美國的傳媒機構 美國之音竟然將這個洩漏的事故 就說是這個 間接 源自中國新冠病毒 直接造成的全世界 範圍內的重大生命財產損失 同時還有大量關聯的間接傷害 包括加州 海岸原油洩漏 先不要說這篇評論 說回這件事 美國的全國廣播公司MBC就說 負責事故區域的輸油管道營運商Amplify能源公司 接到這個洩漏的警報 在三個小時內都沒有將管道關擺 接到目前為止 原油洩漏的事故仍然在確認 Amplify公司就懷疑 很有可能輸油管道的損壞 是一艘船的矛 所造成的 當地時間負責監管管道事故的美國運輸部 公佈初步調查的報告 報告顯示 調查人員發現 有一條海底的輸油管道被移動了 大概有32米 上面還有13英寸 就是差不多33厘米的裂房 初步判斷這是一個原油洩漏的源頭 很可能就是一艘船的矛 剛剛經過海藏的時候 弄爛了海底的輸油管道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在本月6日的報道就說 美國加州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堵塞 涉事的船可能有機會因為這樣偏離航線 美國加州的官員也說 澳蘭致苑亨廷頓海灘市市長 形容今次的洩漏是環境的災難 潛在的生態事故 造成了大批魚類 鳥類的死亡和濕地的退化 目前政府正在展開調查 以及清理烏油 我自己覺得 我看不明白 為什麼美國之音 怎麼可以將疫情和 漏油 勾上了關聯的 邏輯根本就在中間斷了 其實如果你就算要寫 也寫得好看一些 譬如舉個例子 譬如說因為疫情令人手不足 所以出現了一些調動的問題 令到這個事故就發生了 你中間什麼都沒有 直接寫過間接原因 你不是做新聞 就是工作做事做 而是真正的製造新聞 做新聞 說回美國之音 令我想起最近有一宗新聞 就是大家都知道阮民安評論 春職旅景 林婉儀 開了香檳 也說得很開心 慶祝 美國之音怎麼報導呢? 他說阮民安以閱讀寫道 Madam還在海底撈 應該是在海底被人撈撈 就知道香檳還要保持 他形容 不過阮民安沒有指名道姓 子女行間 Madam一定指殉職的女警 他也沒有解釋 香檳慶祝 跟Madam有一個海底裡面 是不是有邏輯的關係 我看完我就不明白了 你這篇文章寫得這麼有邏輯性 為什麼 漏有事故 就可以關中國疫情事 再說回美國之音 自己也說到 他說一個可靠的信息來源 通曉美中大使 其實他也是一個美國政府部門的 一個監管的媒體之一 其實他也是美國的官方媒體之一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 大家再分享一些 扯開的話題 就是最近Facebook 如果大家留意 他將新華香港打上中國國營媒體 我沒有討論他 中國國營媒體 自由亞洲RFA就沒有 沒有打美國國營媒體 美國之音也沒有 也沒有說美國國營媒體 其實這些所謂的中立 是不是真的中立呢? 對於美國之音的強行 將這件事賴下去 有些網民就批評 就說美國的政府 將死了超過70萬人 在新冠疫情這個情況下的事實 就怪責了其他人 只有無能的政府 才將這些事件 歸咎給其他人 原油洩露到當時 是不是太過扯? 太過離譜? 我真的有些擔心 這是不是美國媒體的專業呢? 好了 再講第二則新聞 這是法國參議員訪台 島內的網民就嘲諷 台灣這棵謠前說 真是魅力木法黨 分享一張圖片給大家看看 根據台灣中央社的消息 法國的參議院友台小組小組主席 亞蘭里策就是這個人士 就率團在6號抵達台灣 他期間就會跟蔡英文等民進黨高層會面 訪問成員除了團長李察之外 也有兩位的副主席 就是布依松 以及喬失符 台灣當地的部門就說 李察在訪台期間 將會拜訪蔡英文 也會拜訪蘇星昌、陳菊等等 也會跟一些當地的部門首長見面 中時的新聞網也說到 當日李察也會見了台外事部的負責人吳超洩 當時他們接受了包含鳳梨、蓮霧、色佳入塞的晚宴款待 他更加吳超洩對李察表達了高度的歡迎 還說李察的來臨 是所謂民主夥伴對於民主價值堅持 看回報道也說 李察曾經在1997年 去到2000年擔任法國的國防部部長 在2015年擔任 參議院的友台小租主席 之後在2015和2018年左右兩次訪台 今次訪台是李察第三次 對於這個舉動中國駐法的大使館也有些批評 批評就是說 特別是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一貫 以及明確反對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與台灣當局展開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這是有違一中原則的應有之意 法人員也說一個中國原則是中法關係的政治基礎 呼籲法國對中國要保持莊廉的政治承諾 法國參議員作為法國官方機構的公職人員 應該確守這一點 華春瑩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也提到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也是一個 包括中國和其他世界各國的 一些友好合作關係的政治基礎 督促有關人員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我自己是這麼看的 其實也是循例來挑釁 大家有無需要過於緊張的 始終他有兩次訪台 這次第三次 相信中法關係不會帶變 而且對政治人物而言 其實當全世界關注台海問題 在這個撒那 去抽一下中國水 營造一個國內的強硬形象 又轉移一下國內政治失敗的問題 何樂而不畏呢? 反而要小心會不會抽一下 中國水就變成了抽著火水 那就得不償失了 說回晚宴 他有鳳梨、薄蓮舞和釋迦 很讓人感覺到造鬚味相當濃 招待愛宴竟然用一些這麼具爭議性的水果 大家都知道 台灣禁售不讓中國內地一些農產品 據估計有800多項的農產品 管制進口 現在中國是因為一些衛生的原因 去考慮 而去禁止一些相關有問題的水果入口 其實怎麼會違反WTO的護衛精神呢? 我想知道究竟是這三位參議員不屬書 還是想互相利用呢? 不過對於他們的訪台 島內的網民諷刺 就說有4億的新台幣 大概是100多億美元的國防預算 他們當地的防務預算 賣軍貨的國家 當然要日後經常來台灣這棵搖前書 魅力無法黨 他應該是說特朗普時代對台軍售 特朗普時代對台軍售差不多132.74億美元 還要買一些美國不使用的產品 當然是開心 美國也 法國可能人們就笑他 會不會就是剛剛澳洲不買他的潛艇 現在來台灣推銷沒用的潛艇呢? 還有網民質疑 為什麼他們不用隔離呢? 也有人就說 有吃有喝又可以拿 多好 所以大家明白 外國政客打台灣牌 是不是真心想顧全大局 去為當地人民 還是純粹想抽水呢? 大家要拭目以待 這是我今天的分享